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Green Finance和Green Invest的分別 兩個字眼一看上去都很相似 關於一些投資、錢的問題 本來我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因為 因為接了教ESG、Sustainability和Green Finance的一個課程 其中一個項目是講Green Finance 另一個課程是講Green Invest 才去想這個問題有什麼分別 或者我都給大家一點時間想一下 這兩樣東西究竟你們會覺得有什麼不同 那其實我就區分了 其實Green Finance就是講一個項目方 去怎樣去找人去借錢、投資 就是怎樣去銷售 去拿一些資金放入項目 這個我就去想就是Green Finance的方向 另外一個Green Invest就是 你是有錢了 你怎樣去投 那可能你是成立基金 或者是直接投資 各樣東西 所以是包括一個相對來說是一個Sell side 一個就是叫做Buy side 那看就是這兩個分別 那如果在Green Finance裡面 也都要分開一些Green Bonds 或者是Green Loan 那這兩個分別又是什麼呢 就是Bonds和Loan的分別 那兩個都是問人借錢 那Bonds那個規模通常都會大些 起碼都幾個億 那最主要的分別呢 就是Bonds是有二手市場的 是有一個交易的平台 是可以再給你去做一個二手買賣 還有他們去定那個息 通常是有些是會用一個叫做Zero Coupon的形式 零息債券 即是美其名就說 借100元 但是到你手可能就是那90元 那10元就是那個計算利息 譬如你五年那裏要10元利息 那它就預先扣了你那10元利息 即是到你手那裏就只有90元 那它們債券呢 通常都有用這個零息債券的做法 那也可以有定息債券 那這些是Loan裡面呢 就很少出的 那其實零息 就是以前大二Loan那些 九出十三歸這樣 借100其實就只有90元一樣 那這個就是講一些Bonds和Loan 那去做借貸 那通常都要找一些做 有分開無抵押 和有抵押 即是unsecure的Loan unsecure的Bonds 或者是一些有抵押的 或者另一個Terms叫做 asset based securities 有資產去做抵押 那那個資產其實 當所有的東西是有現金流的東西 都可以作為一個資產去做抵押去做 那這些就是通常我們做金融 即是做發債 那其中一些術語來的 今天想說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